而在房价十价登陆网早上呢恢复 昨天呢早上恢复正常之后 也陆续的让以往喊出天价的豪宅 交易价格是陆续的曝光 第一个就是位在大安区的天昂新城屋 原本在六月开卖的时候呢 一瓶是喊出要180万元 结果到了七月的成交价 我们看到的是每瓶139.2万元 等于是打了7.7折 而销售人员就回应说了 这是回应台湾人爱杀价的这个习惯 所以现在已经调降了价格到150万 不过这也显示了 房价十价网出现之后 将会带动豪宅价格下手行情 房价旁的代言探务 这栋未在大安区的天卯建案 在十价登陆后引发话题 这是这栋未在大安区的豪宅 原本六月份开价是一瓶180万 但是等到十价登陆上架之后呢 一瓶的实际交易金额是139万 等于打了7.7折 十价登陆宛如照妖镜 让碰轰了房价统统现行 十价登陆网站上 天卯新乘务7月成交价是9160万 换算每瓶相当于139.2万 房仲业者预估 十价登陆将会带动豪宅价格下修 中古屋很多它的一个杀价的空间 可能在一层到两层左右 那当然预售物的话 可能就是因为个案的一个不同 它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价差 但是十价登陆之后的话 这样的一个价差应该会越来越小 天卯销售员回应开价高 是配合台湾人爱杀价的习惯 现在已经调整为每瓶150到155万元 但不只是天卯 以往台湾豪宅 也都有开价比售价高达一到三成的习惯 房价透明化 除了让买卖双方更有参考依据 恐怕也有更多的建商 将采取不二价策略 中天新闻 薛小沛夏军臣台北报道